由三立媒體集團舉辦的 2024電競女神杯 今年首次與巴德商圈合作 與巴德封街活動舉辦總決賽 吸引上百位女性玩家報名 參賽者中還包含 女團PINK FUN成員配函 以及多位網紅實況主主團報名參加 增添襲襟亮點 我本來就很喜歡傳說隊的這遊戲 期待就是可以跟一群女生 這樣子一起報名參加組隊這種活動 剛好這次就是第二次辦這個女神杯 我覺得哇 我一定要來參加 我們大概比賽前半個月 就每天會團練一到兩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我們女生很強 有信心嗎 有 一定要有 非常開心三立集團這次辦了 這個女神杯的活動 讓所有的女性都可以用真實力 展現自己說哇 我告訴你們 我們可不輸男生的喔 2023年三立媒體集團 舉辦首屆電競女神杯 活動口碑就帶來很大迴響 第二屆賽事規模在升級 不僅調整賽制配置 總獎金也加碼至12萬元 同時也邀請本次活動傳說新史 Star Life旗下主播來到現場與大家同樂 今年賽事是改成一個4加1 那我們是搭一個男生 然後跟四位女選手 那就會比較能夠凸顯出 欸 女生其實在遊戲這一塊的強度啊 還有訓練程度 女生其實很多都比男生強 如果真的訓練起來的話 對 沒錯 就是他們其實五個人的默契的程度啊 是不輸給男生的 這一次總決賽呢 辦在這一次年度的巴德風機裡面 我們有希望能帶給這些女性玩家 有不一樣的舞台 獎金我們有提升到12萬 也期望透過這樣賽事呢 可以讓這個女性玩家 可以有更多的舞台發揮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的贊助團 跟協伴單位 來促使這一次的賽事 那也期望所有的玩家 都能在這一次的賽事裡面 能順利能圓滿 精彩賽事吸引眾多民眾共襄盛舉 現場互動活動更能獲得幾美小禮 讓大家共同響應電競女神杯 感受驚嚇的熱血電競盛世